作詞曲 李宗盛 李将军 不好了 天兰宗突然袭击我们的人 我却伤亡净两千余人 李将军 看来局势对你不妙哦 母无戒 你果然没安身好先 幸好我做了后手 李宇国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速速剿械投降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天兰宗远在边界 如今却突然出现在辽京 还与李宇国相识 事情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如今大辽女皇的性命在我手上 你拿什么筹码跟我谈判 李英莲和两大王爷 正在往辽京赶 你只有跟我合作 才能活着回去 我凭什么相信你 有了她 天兰宗必能安全保你回大金 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提钱给我 这可是宗主令牌 私下给你容易引起怀疑 这一点道理你应该懂 既如此 那就多谢宗主美业 看你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既然如此 那便假戏真做吧 守卫女皇 拿下李宇国 是 王八糕子 你瞅你那得一劲 还敢搁这儿扯祸 老的找不慈念 这李宇国还真是让人惊喜 竟有如此神气 怪不得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攻入皇宫 受死 真是疯子 连消耗受用提升实力的爆红蛋你都敢吃 李宇国 只有你死了 对我才是最好的结果 是吗 那恐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 天兰正斩 去死吧 李宇国 李宇国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自以为拿走一把枪不会令我察觉 我早就料到你心中有鬼 那箱子里的枪都是假的 我又说得对 你确实很强 还有一言骂 替我 照顾好乌忧 快逃啊 别杀我 这帮狗日的总算是撤了 竟然偷袭老子两千多个地球 群龙无少 剩下的天兰松修士 已够不成危险 不用理会 嗯 头儿 留着这货的命干嘛呀 他毕竟是无忧的哥哥 现在他武功尽费 已经造不成什么危险了 把他带下去 好生照看 李宇国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如今我全世尽失 和他合作 说不定能有一线生计 停战 这是皇室薛青才有的信物 你怎么会有 他叫薛青赵 是你的堂弟 这皇位原本是属于他的 哦 那他人在哪里 不用了 他已经不在了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两国安好 签订盟约 不再道歉相想 朕可以答应你 和大金签订盟约 三十年内不发动战争 不过 你得先帮我完成一件事 我可以帮你揽回全市 让他们都听命于你 辽京虽是京城 但却远不如其他城职富饶 你的权势 早已被八大王爷架空 皇城更是兵力薄弱到 可以被三千人攻下 所以你就趁着李莹莲不在 攻入皇宫 你先看看这个吧 这李莹莲 就是故意率军离开京城 让你占领皇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如今我占领皇宫 他们便能把杀你的责任 推给我 你死了 那两个皇室血清的王爷 便可以顺理成章 继承皇位 分析的这么透彻 看来你是早有预谋 要跟我合作了 我能助你拿回权势 对付两个王爷 但之后你要履行承诺 只要你能助我夺回权力 我还可以 你靠我这么近做什么 我可是证人君子 证人君子是吗 正合我意呢 差不多也该收晚了吧 唉 是该收了 但代价也太大了 李大人无需担忧 大辽在我们的统治下 必将迎来鼎盛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